台北市長蔣萬安今天再度站上了總質詢台 相較於日前在一黨的炮聲籠籠 神經緊繃 今天他的態度明顯變輕鬆許多 甚至還因議員的要求換上了原住民盧凱族的祖父 表達對全民原教的重視 我也有議員要求各局處首長上台幫市長評分 但不意外的誰敢講他壞話呢 我們市長已經穿出來了 即便是很有表演欲的台北市長蔣萬安 要他穿著全身盧凱族族服出現 還是會很害羞啦 消防局長莫凱族局長 環保局長吳慎中局長 不只蔣萬安一人變身 部分局處首長也跟著套上族服 難得的體驗時刻全都是因為原住民受到歧視 父母官們必須感同身受 在很多校園以及職場中都有一些歧視 又收到過各式各樣的一個歧視的一個陳情 對於任何族群歧視性的言論跟行為 我們絕不容許 同黨議員李副中午做球給蔣萬安 但大伙似乎都說好 在這場總質詢中給蔣萬安多點甜頭 我們蔣萬安市長滿意的請舉手 好 您可以看一下 我們給市長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謝謝市長 只是有肯定就會有否定 其中針對海沙屋與社宅議題 都發局長王玉芬多次救火失敗 就連蔣萬安已經稍微撇頭求救 他依然躲在後頭不發抑鬱 果然議員看不下去 我們要協助他都是更新的腳步要盡快 那我們也他現在正在文資的審議 我們也聯繫了文化部 覺得你們給我的回答就叫官陽回答 所以呢我們應該鼓勵所有的實施者 不要蓋了吧 但這些對蔣師夫說都是小case 總質詢中蔣萬安已經會場 神情就比之前面對在野黨還要輕鬆 但可別高興太早 接下來蔣師王世堅即將登場 這位學生可要把皮繃緊 記者邱榮慶素時捷 SNG小組採訪報導 NHikana -NHikana 它是軟件 problem 好 幾個月 真嬢 Activist